到2050年 这个行业带动大概4万到5万人就业 目前我们的薪酬范围 一年十六七八个月应该是跑不掉的 它呢是高速成长 你就要赶快跳进来去做 我觉得其实年轻人会怕 无非是觉得自己的背景 自己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因为上午是英文系毕业的 我在进来光电产业之前 我也没有相关背景 我觉得保持一个开放学习的心态 其实才是最重要的 进入这个产业而外加分 第一个基本就是预言 第二个解决问题的能力 最后就会是在表达能力上 我们目前所做的事情 当然不可能立即见效 我觉得它有点像是一种理念吧 现在不做更大一件事 我们一定要持续地一直往前走 相信这个世界 或因为我们现在在做能源转型会有变化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